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觉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问题 新闻能够短期之内引起大家讨论和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这是一个新闻好的地方 但是同时科学理论这些东西 你常学常有 你总归是有些人有一些时间 他是想要得到一些知识上的提升的 所以许高和寡是一方面 但是作为一个分享 我自己看这本书 然后学会的一些东西 学会了一些新的理论的时候 我学理论的时候 我在学校的时候也这样 我是尽量要求去理解 我不希望死记硬背 包括那些数学的公司什么的 所以我学东西比较慢 就是说学数学这些东西 学的都比别人慢 就像爱因斯坦一样 爱因斯坦姐姐说他的数学不好 学的比别人慢 结果就考虑了很多 结果就成为了一个伟大物理学家 所以学东西比较慢 但是我希望把它理解下来 然后如果说一个 原本一直都看不懂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我突然把它理解了之后 我就会觉得很高兴 有的时候比如说像 《未来简史》这些书 就是有很多让你产生理解的那种快感 这个也是我觉得人的好奇心 驱使你做的一个本能性的活动 我有时候跟人家说 看这些好书 《未来简史》 《人类简史》 这里面当中给你的震撼 然后有的时候 就比新高潮还过瘾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 知道了一些新理论 知道了新逻辑的那种快感 有的时候是不可言说的愉快 所以 那么我学会的这些东西 我学到的这些东西 我就想把它分享一下 所以这就是我做这些 做这些视频的理由 但是说句实在话 也就那一本书了 你要说我真的很懂 科学理论和定理 这些法则我懂很多 也不是的 以后就是看到哪本书 看哪本书讲一讲 这本书里面讲的也差不多了 今天就讲一讲海森堡的不可测原理 海森堡的叫不确定性原理 它是说的是 电子的位置和运动量不能同时测定 比如说我们讲电子 我们认为原子核外面围的电子 我们一开始有说什么电子云 那个时候一开始 我们学化学的时候 不是告诉你外面几个电子 什么在外面几个电子 然后什么84 什么85 885 什么那些电子累积下来的那种 不是这样跟我们教的吗 实际上呢 最近的这些化学和物理呢 给出大家的结论 就是这个电子呢 是在哪里呢 是确定不了的 它能画一个电子云出来 就是说 比如说它最内圈的那个呢 出现的概率非常大 然后外圈的那个出现的这个电子概率会比较小 但是这个内圈和外圈合在一起呢 它也不是百分之百 它可能是99.99% 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那么但是呢 剩下的0.0000几的比例呢 那个电子是不知道去哪里的 你说这个有人就会想啊 这个电子嘛 肯定就围在原子核旁边转嘛 它还能去哪里呢 是不是就是你在外面再画一层比较比较浅的那种 电子云那样的 就能够把这个电子的范围百分之百都能覆盖啊 电子还没有这么简单啊 电子它最后不剩下的那个百分之0.0几啊 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包括真空里面都有可能突然出现了 这个所以呢 就说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电子那个位置啊 和它运动的方向啊 是非常难以把握的一个理由啊 如果你观测那个电子的话 那么它的概率会收缩 对它会突然出现在一个地方 但是呢 之后呢 它就它的运动方向是无法被预测啊 你观测到的电子呢 下一秒钟它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你不观测的呢 不观测它的时候呢 它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几呢 是出现在原子核的这个旁边 但是呢 剩下的百分之零点几 就这个已经不是叫常微理论了 就所有的这个宇宙空间里面 它都有可能出现啊 这超越光速的那种出现也有可能了 所以呢 这已经不是常微了 不管是真空 还是什么叫做有质量的 还是叫什么有机物还是无机物 那个电子呢 都有可能出现了任何一个角落啊 这个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物理学 对于这个电子的一个认识 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想知道电子的位置的话呢 你就不知道它的运动量啊 你想知道它的运动量呢 你现在你就不知道它在哪里啊 很多人呢 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叫做未来不可测的原理啊 就是说我们好像预测不了未来的一种原理啊 但是呢 这本书里面就讲呢 实际上这个原理讲的是 现在和未来都不能同时测定的意思啊 比如说你说现在的话 就比如说电子的位置你现在确定了 那么你电子的位置现在确定了之后呢 这下一秒钟 这个电子会出现在哪里 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啊 你运动量就测不定了 那么你如果能够测定它的运动量啊 比如说它下一秒钟 应该就在这个电子电子云里面啊 或者是它应该是这个轨迹 这样运动呢 这个电子枪射出去 它就这个方向 那么你如果知道了这个 它的未来的这个运动量的时候呢 你它现在在哪里你就不知道啊 它好像是从哪里突然出来 然后扑一下就就做出了一个运动轨迹 所以呢 这个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呢 伟大就伟大在这里 它就说并不是仅仅是说 人类的未来是不可以测定的 它的说法是 未来和现在是不可以同时测定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 你认为未来不可测定吗 哎 你可以测定未来 但是你测定未来的时候呢 你的现在是不确定的 然后呢 如果你想确定你的现在呢 那你的未来就是不确定的 这就是海森堡的这个不确定性原理的真正的这个含义啊 就是说这个理论呢 也是科学当中现在一个比较比较公认的一个原理吧 大家都认为这是正确的 因为它推导非常准确 而且呢 证明也做了很多 就是包括这个 薄力二项性的测定啊 大家都认为它是正确的 所以呢这个就对这个现在的这个哲学 和包括现在经济学的一些看法呢 就会产生一些变化 就像我之前讲的 就是说这个经济革命和这个思想革命啊 其实都是一致的 就是你这个 当你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决定论的世界的时候呢 你的很多想法会不一样 那么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吧 那就是他就说有一个 有一句台词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深刻 他说 那个小孩比较可怜一个 一个女人嘛 那个女人得了一个不知之症 然后呢 他就 他爸还要骗那个女人的钱 然后呢 那个小孩呢 非常非常就是良心发现嘛 他就说不应该骗她的钱 然后他跟他爸说了一句什么呢 他说 This woman is dying 就这个女的正在死 我们所以我们不应该骗她的钱 然后呢 这个 他爸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爸说说 Everybody is dying 他就说 不是说他一个人在呆 我们所有人都在呆 是吧 但是实际上呢 人类的这个生存呢 这个dying和living啊 你只要加了ing啊 其实是同一词啊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存的同时 也是正在死亡的过程啊 就是我们这个 其实我们的未来的方向性呢 是确定的啊 就是我们如果说 我们一定会死的话 dying是确定的话 那么现在呢 我们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其实没有人知道啊 我们其实没有现在啊 我们认为我们都是在dying的过程当中 就像那个 我不是药神的那个电影 他不是那个英文片名 我觉得起的特别好的一个 就是他叫dying to survive啊 就是survive和dying 这两个意思啊 是一样的 实际上你看起来 die和leave 这两个词是反义词 但是你加了ing之后 你发现它是一个意思啊 所以dying to survive 这个这句话 什么都没有讲 那它是一句废话 它正因为它是一句废话呢 所以给人一种很文学的感觉啊 但是dying to survive 你就觉得它这个英文 这个艺名的这个意境非常高啊 所以我觉得 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呢 它好就好 在它很多细节啊 它抠的比较不错啊 比如说这个英文艺名啊 已经很多年中国电影 没有起过这么好的英文艺名了 这个dying to survive 我对它的评价很高 就这个英文艺名 单单就这个英文艺名 它就可以得到很高的评价啊 所以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其实呢 都在一个死亡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既在生存也在死亡啊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 一个不确定性的情况吧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都是一个生和死的一个 这个概率的 这个复合的一个波吧 就像那个薛定谔的猫一样啊 是生或者死 都不确定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这个呢 是海森堡的这个 不确定性原理 让你想起的一些 就是你现在生活的一些 想法吧 就是说你如果说 现在想要让自己的生活 有更有未来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要在 现在进行一些挑战 要抛弃自己 现在拥有的东西 那么你如果想呢 现在自己更安定的话呢 那么你就要抛弃这个未来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 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 哆啦A梦的这个道具啊 时间停止的 那个表 按一下 怕时间就停止了啊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会让你确定现在 那么这个玩意啊 这个在各个 陈真电影片里面呢 经常出现啊 就是怎么样 把时间停止 你看男人的想象就是这样 把时间停止了 然后就去这个 猥亵各种女性啊 这个成人片的这个主题啊 严重批判啊 严重批判 但不代表我看了很多啊 反正就是说 你如果把现在的时间 给停止的话 那就说你把这个 现在电子的这个位置 已经给确定了 它就是确定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确定之后呢 这个世界就乱套了 那个电子就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 就整个世界就崩溃掉了 所以呢 这个这个玩意儿呢 在现在的科学理论上呢 是不可能发明出来的 发明出来之后 下一秒 这个世界就是混沌啊 因为你现在的这个电子 突然间就全部都停了嘛 它不可能再运转了 然后你下一秒 这个电子就全部都 飞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然后就跟整个世界 就垮掉了 所以呢 这个不大可能 那么同时呢 就比如说这个 帮你算命啊 帮你算命算得月准的话 这个你跑去占卜啊 他跟你讲 拿个水机就巴拉巴拉 给人家转啊 说这个现在啊 你将来啊 什么怎么样 你将来是什么 40岁开始转 因为啊什么 他如果说的月准的话呢 那就代表你的现在月不确定啊 就说 他如果有一个占卜师 是百分之百 能够预测你的未来的时候呢 你现在这个人 就不存在这里啊 你就你就 你就不知道你人在哪里 这就是这个海森堡的一个 不确定性原理 在宏观 宏观世界的一种思考方式啊 就像那个猫 也是一个微观 微观理论的一个 宏观思考方式一样 就海森堡原理就告诉你 如果有个占卜师跟你讲 你未来是百分之百确定的话 那么你现在 你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你这个没有形体 没有形象 你整个混沌一片啊 然后就是 如果说有人说 现在能把你定下来 把他现在给定下来的话 那么你就会 完全没有未来啊 你下一步就是 完全的混沌 不是说有什么方向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 好像是把电子 啪一下定下来 然后吧 呃 我们就会像这个物理学 这个这个想象一样啊 好定下来 就他会往下掉 或者是弹到外面去 或者弹到怎么怎么样 就是好像他移动的范围 他方向不确定吧 但是移动的范围 所以我们好像还能知道啊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就说他一旦定下来 就下一秒 他就不知道出现在哪里去了 而完全不可预测 是完全性的 不可预测的那种状态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讲的海星宝 这个不确定性原理 这个呢 就联系到这个 有关社会政治的话 我就觉得是这样啊 对社会主义的一个评价 就这样 因为呢 这个社会主义呢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注重现在的一个 一个政治体制啊 我认为呢 这个秦朝 就是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他这个 他的战斗力非常的强 他把所有的这个 外敌都给清除掉 然后呢 他让这个所有的人民呢 都在一种极端 极端勒紧裤腰带的时候呢 提升最大战斗力 这个呢 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 那么 比如说 这个秦朝 秦始皇 为什么能在短短16年之间 就统一了六国 以前这个分割了 这么一千多年的一个时代 一千多年 几百年吧 七八百年吧 七八百年的一个时代 为什么他16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呢 他就是在 他在国内呢 进行的这个清除异己 你要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逻辑思维 有一期讲那个 讲这个秦国的那一期 我觉得讲的特别好 第一个呢 先把这个国内的各种 其他外国的派别给清除掉 这个和现代的纳粹 做的是一样的吧 对吧 就把那个什么 犹太人给清掉啊 什么那些 然后什么 驱除什么 异国人啊 什么这个 所以呢 这个秦朝一开始呢 也是做这个手段 那么秦始皇呢 通过这个 脚平的这个 烙崴的叛乱 然后清除了什么吕布 然后把这还有一个 就是楚国的一个 叫什么 一个叛乱哈 楚国的一个叛乱之后呢 他把所有的这些 内部的这些 他们国家的 其他国家的这些 人质啊 质子啊 那个政治势力啊 全部都消灭了之后呢 他在进行这个 六国统一的时候呢 就变得非常的顺利 这就是一个社会主义 为什么会那么强大的一个理由啊 但是呢 这个就像袁腾飞老师 所讲过的 就是这样 他就像一个 这个兴奋剂一样啊 打下去呢 他这个 现在你可以变得很强 但是你这个国家 是没什么未来的啊 就是说因为你这个 太残暴了啊 整体来讲 就是说像那个 秦朝呢 最后就是啊 他用很短的时间 灭了六国 但是用同样的时间 基本上自己就把自己也灭了啊 那么比如说这个 二战史上 我们也知道 这个最强的两个陆军国家 就是德国和苏联啊 但这两个国家呢 其实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啊 这个纳粹叫做国家社会主义嘛 那个苏联叫做社会主义国家嘛 这两个都是有什么区别嘛 但是他们两个确实战斗力很强啊 你说这个美国还整天说 我二战吹嘘 我二战很厉害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就苏联和德国是最强的 这两个 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 互相之间叫做 互相之间 这个就是狗咬狗 要他们不咬狗咬狗的话呢 那美国你也撑不住啊 你根本就搞不定他们 那么所以呢 这个在二战的时候呢 也证明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很强 但是同时呢 你看这个希特勒的这个第三帝国 他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他也没持续多长时间吧 从一战之后 大概也就二十年 二十年 十几年 二十年 反正就是他那个国家 也没持续多长时间 然后那个苏联呢 苏联好一点 持续了七十年 但是呢 后来也是也是完全的不行了 所以呢 就是我们现在认为呢 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呢 就是比较比较注重现在的一个国家 他这个未来是不太可能有的 那你说中国现在这个情况 为什么他当时发展那么快 他有未来 就是因为他那段时间 他不是在做社会主义国家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他就是这个上层比较腐败啊 这个金钱比较集中啊 这个贫富差距比较大 然后大家都是什么自由的经商啊 什么开放国际啊 什么 他做了这一段时间 然后呢 他才发展的那么好啊 所以他才延长了这个 我觉得延长了这个 社会主义国家的寿命啊 那实际上 实际上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次 就是社会主义改革啊 他把社会主义改革成了一个资本主义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政治层面呢 是想把它从资本主义改回到社会主义 那么资本主义改回到社会主义 这个能不能成功呢 我觉得非常困难 你现在再改社会主义 他也不可能变成像强情那么强了 比如崇祯皇帝是最典型的 我又要把这个强国做起来 我又要抵御外敌 我又要搞这个爱国主义 结果你就发现 这个国家呢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你的这种野心啊 你已经 你这个 你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有产阶级 你说的很漂亮 你又没有把你的 这个所有的资产都捐出来 你自己做个无产阶级的 你也没有啊 高层照样还是吃香的喝辣的 喝一百万多的这个茅台 铁嘴茅台什么的 你想想看 我们这些平时都在家里喝可乐的 几块钱可乐的人 怎么去想象你们去喝什么 一百万茅台的这种生活 我们价值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肯定不能听从你的指挥 这不可能的嘛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就是社会主义 现在的一个问题 但是你说是个社会主义这么强 但是我觉得它总归是一个 非常非常反人性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才的寿命不会很强 它就把人民现在的所有的对未来的期望都剥夺掉了 然后没有对未来的想象 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现在 所以呢 它才会比较强 但是呢 你说它能长期持续 它不可能长期持续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我最近在日本看本书 我觉得这个非常震惊 他有一本书讲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三大激景 他当中讲到这个大跃进的时候那个激景 在农民饿死的那个期间呢 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粮库是爆满的 他说这个日本人写这个叫 就是基本上是爆满的 然后还出口了这个几百万 几百万吨的粮食出国啊 你国内有这么多人在饿死的时候 你还出口粮食到其他国家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那么那本书他就讲如果说这些粮食不出口到国外的话 你至少还能救几百万人的命吧 你本来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你做不到 这就是社会主义一个很荒谬的一个状态 就是人民一直都很穷 然后国家呢一直在外面大撒币 不仅仅是现在这个状态 你想这个以前就这样啊 大跃进的时候就这样 那么你说这个是不是很荒谬的一个政治体制呢 我觉得确实也很荒谬 那么现在我认为还是好的这个不确定性原理呢 主要是告诉我们的一个就是 你要么读现在要么读未来 比如说像民主这个制度吧 现在确实很混乱 大家都在争吵 但是呢他相对来讲 他未来的趋势还是比较明确的 科技发展 我们认为现在的科技发展 最有可能发生在哪些国家 不可能发生在中国或者是在北朝鲜 而是更容易出现在这个民主国家 而这个中国和北朝鲜 除了去偷除了去拷贝之外呢 其实也没什么其他办法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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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